我们现在开始讨论最后一个话题 就是说在今天的背景下 个体和共同体的存在的方式 所谓今天的背景之下 实际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 我们今天用的最多的字叫全球化 全球化 这个在今天经济也好 在信息技术极度的发展的情况下 全球化师傅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生存方式 我想因为生存方式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现在人的生存方式 跟古人是不一样的 古人这个生存方式 实际上国家和国家之间 人和人之间的距离应该是相对来说 跟今天比起来是具有非常大的距离感 空间感 那在今天的这个意义上 距离感和空间感消除了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 在古代的共同体当中 人理和政治的议会是极其的突出的 而在今天的这个角度下 这两者已经慢慢的带去 所以你有兴趣的时候 大家最后也可以去读一下 这个安平正写的这个文明的冲突 与秩序的重建 以及这个凡事师傅山写的这个历史的终结 以及最后的人 这里面所描写出来 就是说在当今的这个语境当中 在现在的所谓的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在我们将面临的什么 也就是全球化这样的一种东西 给我们对的最大的冲击是什么 那我们用我们一开始讲的话来讲 大概就是说 经济和文化的因素将成为 决定我们这个社会的重要的因素 而在传统的过程当中 在重要地位的所谓的人理和政治的因素 尤其是政治的因素 将慢慢的退到这一个舞台的位面 这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在某种意义上 不再是亚里斯莫的所讲的政治的动力 而是什么 文化的动力 经济的动力 或者说 有另外一个字叫社会的动力 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 所以这样的冲击 给个体和共同体 对了最大的挑战就是什么 我们用我们从二十世纪以来 最流行的一个语字就是什么 个人主义 个人主义的极大的性情 在某种意义上来讲 对传统的这个 共同体的存在的方式 带来最为强大的冲击 因为我们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讲 个人主义 事实上是以强调个体的这种存在的形式 来取代共同体的形式 对吧 那这样的这种方式 事实上对于传统的 以政治和伦理为导向的共同体是最大的冲击 所以当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价值的理念 被广泛接受的时候 那就意味着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受到了 或者说应当有更多的改变 那么怎么改变 怎么改变我想这个需要对个人主义 去做一个新的理解 或者说做一个深入的讨论 我们通常讲的时候 讲个人主义的时候 大概是说极度的彰显个体的这种特点 但彰显个体没有问题 我在想这个个人主义大概应该包含 两个很重要的方面的意思 第一个方面的意思是说自我的完善 第二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角色的意思 而自我的完善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在今日的状态之下 人更多的是强调我作为一个个体的完善 这种完善不仅包括这个道德意义上的完善 包括这个经济意义上的完善 包括这个经济意义上的完善 也包括所谓的各种权力意义上的完善 反正就是一个完善的概念 就是说完善的自我 首先是自我个人个体的一个含义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 角色的意思 角色的意思 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个体的角色 当个体意义到它在某一个社会当中 具有某种特定的身份 特定的角色的时候 就意外是什么 它个体的一个凸显成 这种角色的意思 在今天的背景之下 我觉得这个事实上 跟我们很多的这个行为的方式 包括思考的方式 都带来了这个歧视性的利益 如果我们回到这个中国古代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事实上 在中国的传统当中 尤其是以鲁家为代表的 这个中国传统当中 虽然我们都讲说 这个鲁家的传统讲什么 讲人理讲道德 对不对 讲完之后很多人都觉得 鲁家这个传统不好 讲人理讲道德这个很有问题 但事实上是 鲁家的这个人理有一个最大的特别 就是强调身份的意识 角色的意识 所以我们一开始讲说 这个古夫子讲 君君臣臣富富之子 这意外是什么 意外是人在做某一个角色的时候 必须有角色的意思和角色的责任 那么如果说这种角色的意思和角色的责任 在个体身上能够得到完善的话 那么我们说如果我们刚才讲 把这个个体的意义分成两个上面 自我的完善和身份的意思 那么在这里面 其实上可以得到一个很好的解决 那么如果我们再想一想 在这个意义上完善出来的自我 它是不是必然要突破共同体的限制呢 不会 那也就是会在很好的或在新的范围之内 促使这个共同体的存在 所以虽然从这个社会的形态 以及这个社会的具体的状况当中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现代社会的种种不同 但是有一点是说 人始终是一种社会化 这就意味着人始终得在一个团体 共同体当中找到自我身份的意思 找到这种身份的意思之后 它要干什么?实现自我的完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自我的完善是不是也不可能离开一个共同体来实现 它必然在共同体当中 那么必然在共同体当中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即便在政治和人理的因素不断的消耗 弱化了今天 我们同样需要关注共同体的问题 因为这是人所存在的一种最本真的方式 所以那也就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必须要同样坚持对共同体的基本存在形式理解 什么基本存在形式? 就是说对话和包容 所以我们现在会发现在今天的意义下 无论是对话也好 无论是包容也好 都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主张的方式 为什么? 是因为今天我们越来越意识到 共同体存在对我们个体的意义 所以虽然在这个所谓的全球化 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我们会发现 是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 共同体作为一个人存在的最佳的 最后的选择的方式 是不会因为这个社会改变而改变 所以如果共同体还依旧存在 那么我们处理共同体的最基本形式 对话和包容也必将存在 虽然它在这个形式上 在具体的方式上可能会发生变化 但这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图片 还是会依旧存在 所以我在想给大家可以思考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在今天的状态之下 共同体有了哪些新的特质 以及哪一些跟传统相比没有改变的东西 这些没有改变的东西可能恰恰是我们 在关注共同体的时候需要关注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想一下哪些东西没有变的 第一个共同体这种形式是没有变的 第二个共同体的基本原则是没有变的 第三个共同体人就是我们需要的 所以这里我们最后回答到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为什么哲学要关注共同体 我们通常都讲哲学关注的是人 对不对 那么人在何种意义上存在的 人是在共同体的意义上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说 哲学的目的是为了人生活得更好 人何以可以生活得更好 人只有在共同体当中才能够最佳实现自我 在这个意义上人才可以生活得更好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在共同体 或者说当面对共同体的时候 哲学才具有它作为哲学的最有利的方式和意义 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这一章讨论 共同体问题的原因和期望 所以我想这个问题大概讨论到这里 谢谢